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里写着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 有个门徒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今天在祷告 或者说在祷告的这个大学校里面 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有很多 有的时候我们软弱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来开口祷告 但是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当你在做计划 当你在做策略 或许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请你千万记住 必须把祷告摆在最前面 先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 你看耶稣 他自己本身就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当他一天开始工作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我们看见耶稣他祷告 时时刻刻的耶稣都在祷告 甚至他打发门徒说 你们先渡过海到那边去等我 然后耶稣去哪里呢 耶稣去祷告 可见祷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是我们需要去操练的 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去经历到神的丰盛 在祷告里面你可以看见神是信实的神 他随时随地的愿意垂听我们每一个人所祈求的 在刚才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 他教导我们用我们所谓的主祷文 圣经上是说 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 每一天我们需要去寻求神 去仰望神 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的第五节 耶稣接着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 半夜到他那里去 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 我没有什么给他拜上 因着半夜有朋友来 但是厨房里面什么也没有 所以他敲了门 他说请你借给我三个饼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那个人在里面回答说 不要搅扰我 门已经关闭 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 我不能起来给你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 但因他情直迫切的直求 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耶稣告诉了我们一件 祷告当中很重要的事情 耶稣说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 我们所紧紧抓住的一个应许 神答应我们的祷告 凡祈求的都可以得着 让神是这样的来祝福你 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在想 如果我可以得到这个该多好 如果神可以帮助我解决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能够挪开 那该多好 我们常常在心里面想 如果如果如果 但是神愿意我们学习 我们祷告 我们仰望 我们祈求 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开口 向神寻求 神他必定会祝福的 神说话是真的 他说我们凡是来到神的面前 祈求他就应允 他就给你 如果我们不去试试看 我们没办法得到什么 我们唯有透过 祷告 照着神的话语 来到神的面前 祈求 寻找 叩门 那么你就会看见 神他会为我们开了一个门 神会来成就一切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应该学习耶稣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向这位真神来祷告 寻求神 我们愿意遵行他的旨意 我们愿意照着他的话语去行 当然 祷告的当中神也要我们学习 因为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 今天神赦免了我们 我们也愿意去亏欠的人面前说 我们也愿意饶恕你 我们在祷告的经历里面 去学习到神 去认识到神 在圣经里面 使徒行传 当施提反第七章 施提反为主殉道以后 门徒们开始四散 他们散开了 他们知道我们再不散开来 我们可能就会被成为下一个尸体反 会被抓起来 用石头活活地打死 可是我们却看见 安提阿的弟兄姐妹 他们是这样的忠心 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不管环境是怎么的改变 紧紧地抓住 我唯有透过祷告 在神的面前 可以去经历到 神是帮助我的 曾经有人把教会 用一个ABC来做评估 什么叫做ABC的评估法呢 第一个A就是出席的人数 第二个B是教会的建筑 C是教会的财产 这三个字是用英文字 ABC A有A的意思 B有B的意思 C也有它的意思 让这三件事情 他们来评估看看 教会是不是健全的 来评估教会 到底他们是不是复兴的 我们虽然看这三件事情 出席的人数 是不错 好像礼拜天 大家都愿意来到礼拜堂里面 好像很复兴 我们看看教会 建筑还很宏伟 建筑也不是破破落落的 他们觉得教会复兴了 然后我们再看看他们教会的财产的管理办法 他们说这也不错 所以他们用ABC来评估 其实如果只用ABC来评估 一个教会 它有再多再多的人 可是这个教会的人 如果不肯祷告 这个教会 没有办法持久 我们有这样的例子 我们看到了教会 从兴旺 到衰败 我们看到了教会 建筑是那么的宏伟 到最后 卖掉了 成为一个 很荒唐的一个地方 我们看到了教会 也有很多的财产产业 他们也有管理系统 可是他们不愿意去祷告 今天你去到澳洲 去到美洲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缺乏了一个祷告 因此我们必须看 这个教会兴旺不兴旺 并不是因为他们教会的人数多 兴旺不兴旺 并不是因为他的建筑 是不是宏伟 兴旺不兴旺 也不是看他们的教会的产业 而是看他们的教会 祷告会的人数 亲爱的朋友 教会是开放的 从旧约圣经到新约时代 我们看见了教会总是开放 你有问题 有难处 当最起初的会幕被献的时候 献祭在神的面前 神来祝福的时候 所罗门说 神啊 凡是愿意向这个圣所 举手祷告的人 你祝福他 不管他认不认识你 当他肯向你来祈求的时候 神会祝福你 亲爱的朋友 你遭遇到人生的难处吗 你遭遇到一些困惑吗 我们赶快的来到神的面前 特别的是来到一个肯祷告 愿意在神的面前仰望神的人 我们知道在祷告里面 我们可以去领受神的封神 求主帮助你 不要让问题承压在你心里面 成为一个重担 让祷告成为你一个释放的权柄 因为神应许我们 祈求的就必得着 寻找的就必寻见 愿神来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